我们国人好多好多人 买我们国内股票型的 而且有配息的ETF 因为它有配息 买它来当作存股 上个礼拜一 我们第一堂课带了这些标的 都是股票型的又有配息的 股息资历率在这 不过量麻烦您看仔细 总共有两页 上个礼拜有看过这两张 但是我帮您更新过 资源请上来 当时我就问资源第一堂课 上个礼拜就问他说 那每一档都是可以当存股吗 说当然不是了 四大条件一定都要并存 才可以当存股 在第一堂课听过了 接下来我们第二堂课的重心就是 如果我没啥钱 小资足 我如何善用这样的原则 来买ETF当存股 对文听配息很重要 然后我们上次也有讲过 要教大家年化报酬率跟报酬率 好给我一个白板 现在教大家数学题 那用很简明的方式跟大家介绍 譬如说有一档投资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投资100块钱 那么经过五年之后呢 我们变成200块钱 我们如果再算报酬率 一般的报酬率的话 年平均报酬率 我们就用200 减掉100 对不对 那么再除以100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100% 对 这么算嘛 但是这是一般的年报酬率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 投资了100块 报了100块 这是我的成本 对 报了五年之后呢 赚了1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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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了100% 对对对对 这是一般我们最会算的 可是年化不太一样 帮我把他清 等一下不要清 那我问你哦 因为呢100% 对 但是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任何投资 都要把时间概念把它放进去 因为我是花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应该是 如果我要年报酬率 年化给您说 年报酬率就是呢 赚了100块 可是我是五年啊 对 所以我除下来 就变成一年只赚20% 你以为你赚了一倍啊 拜托 你一年看他两个涨停泊 那好不好 就是这样哦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种 年多了一个化哦 年化报酬率 来请说 年化报酬率跟年报酬率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他的状况也是一样 都是100块变成200块 也是经过五年的时间 但是呢 他把负利的概念加进去了 负利 负利的概念 譬如说 我们先把年化算出来 资源已经先算出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是14.9% 比如说 因为比起来 不是情况一样吗 那为什么是一个20% 一个是14.9% 对 这边如果写精准 叫做年均报酬 一年平均 那年化 对啊 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开始我是不是投资100块 经过一年之后 我赚了14.9块 因为14.9% 对对对 好我就把它卖掉之后 我是不是把这个获利落贷为安 再加上我原本的100块 所以我第二年的投资 114.9元 114.9% 然后再投进去 他又产生了14.9% 所以我的母金的本金就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增加 我懂了 所以第二年 因为你卖掉了 对 你将是114.9% 再乘上14.9%的报酬 没错吧 对 这其实是第二年 对 也就是说每一年 他又用这样的等比级数的方式去增加 所以赶快看第一张试算 教大家怎么买存股了 好 为什么要有策略 就是说 瑞涵刚刚提到 之前给我提到 就是说 我假设只有5万块 我按照传统的买法 我也没有办法买0050 其实是没有办法 因为0050都要82 80几块 对啊 我怎么 我就是很穷到只有5万块 不是我穷到只有5千块 对 就算说 我如果 那我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等他跌到50块 我再来买 不可能的 很难 不能讲破不可能 但是很难 对啊 很难 对 那如果我三千块 是不是更不可能 对啊 不会 我今天就要教大家 用化整为零的方式 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投资0050 而且还可以获利 也就是你可以用 一千块一千块为单位 去买一张 8万2 7万多的股 的这个ETF 而且我今天只用三千块 当作例子 完全不夸张 好 来 赶快 好 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剩三分 好 我跟券商月定之后呢 三千块钱 对 三千块钱 因为 每个月三千 我从 为什么从2019年5月6号开始 是因为说我要经过那个三月份的股灾 疫情的股灾 好 因为82.3 所以除下来我大概可以买到36.45 然后每个月的6号都扣 6号都扣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8号是因为6号刚好礼拜天 所以就往下一个日期去扣 你人真好 还帮大家看这么仔细 全部扣完之后经过12期下来 我总共大概可以买到420股 等一下我问你 你这是每个月扣三千 对 12期扣12次 那不就等于一年 对 一年 所以一年我多少股 420股 观众朋友420股快要半张了 一张一千股 也是不少 那明年我就一张了 差不多了 对也就是说三千块有没有办法 买这个8万多块的ETF 可以啊 很容易啊 因为你如果买传统的方式 买零股有新模 会不会再跌 要买几股 这个时候要不要做 我忘了怎么办 而且零股有时候买不到 对买不到 所以定期订额 对 定期订额最好 好 我们这种长期投资的观念 这是一年方式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就是说一年十二个月 总投资三千块 总共十二个月 所以总投资成本是三万六 我们刚刚说 是不是可以存到四百多股 对 那平均成本的话 大概85.5 对照现在的股价来讲的话 现在多少 大概小亏啦 我们这个帮我报告一下 0050今天债的价格 台湾元大50 对 台湾50 84.9 哎呀 不错啊 对啊 其实很接近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算法还没有经过 配息 对啊 还要加配息 配息你拿到哦 还没有算进去 对 这个不要轻哦 所以一年是这样 那再来三年放三年 如果我放三年的话 那当然来讲成本会增加 对不对 但你存的 代表你存的钱更多 对不对 而且呢 我存的股数呢 是一千多股 一千三百多股 所以你的三年 三十六个月 每个月 保持在三千 对 就固定三千 对 所以我总共存的成本是 10万 十万八千 对不对 那么存到了一千多股 算下来平均成本 82.06 获利了哦 经过疫情哦 有经过三月份的大地震 哦 熔断哦 还赚钱 还没有算 我这三年可以领到的股息 配息还没算哦 对 你已经有一张多了哦 对没错 有个赞 那五年呢 五年的效果更好 因为五年总共12乘以5 所以60个月 我可以存到 18万 那么我总共有两千四百股 那算下来呢 我的平均成本呢 是74点多 OK 获利更多 而且呢 这也是经历过三月份的股灾嘛 获利 而且呢 五年的股息也没有算进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如果用三千块 每个月定期定额方式 存股好的ETF的话 长期的定期定额的成本的效果 有效的降低 获利的机会大大的提高 而且还可以额外的获到 获利这个股息的一个部分 我结论一下 你看这样对不对 第一个 时间放越长 你的平均成本越低 对 第二个 定期定额 你不用关心什么 新闻啊 利空啊 一大堆啊 不用管 因为跌下来 你买的单位数就越大了 第三个重点 你买那种有配息的 热门的这种ETF哦 我告诉你 你随时要卖都卖得掉哦 对 没错 没错嘛 而且最好更聪明的方式呢 你在三月份股灾的时候啊 启动定期不定额的方式 增加扣款 或增加你的投资金额的方式 会让你的成本会更低 也就是在重挫的时候 对 本来是扣三千 跟妈妈说 妈妈 这个 不用跟妈妈讲 自己多赚点钱 多省一点饭钱这样子 有道理 本来要吃便当 现在吃馒头 这两千块就给他补进去 不喝星巴克了 天天不喝星巴克了 谢谢 巨元请来 有道理哦 真的哦 我是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点 我才喝星巴克 以前拜托林7的咖啡 我都舍不得买好不好 公司有free的就喝 公司free就这样了哦 所以呢 小资男女永远都不要小看自己 买分钱 只要你按定律的定期定额 买好的 有配息的ETF 您看看 这不就是您的好成绩单吗 所以小资男女哦 一样可以赚到钱 一样可以投资 他的投资绝对要用对 好方法 感谢致远咯 接下来 世杰请上来 六月开始了 刚刚大盘也是给他解咯 明天看盘 对 我想明天 第一个还是晚上的美股 国际的大事多 美国的宵禁 跟港版的国安法 美股是不是真的能够风雨深信心呢 那重点是什么 美元指数往下 代表是好的哦 油价走稳 这两大关键因素 要盯着看 台股的部分 麻花扭丸向上 留意什么 上市贵的良性互动 因为都还蛮强的 5月淬炼出低档区 6月行情台股的部分 渐渐做一个加温 6月三大题材 5月的营收题材 股东大会 还有法人作帐 那指标股包含是提到的 益龙店 台药 南茂 跟戏格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咯 如果美国股市 还是比较走得比较不稳 台股今天有量没量 都是涨了 对 我觉得还是有 有一个比较多方的架构 你看吧 因为刚顺姐就教大家了 这个没有量仅仅涨 股到了两千亿的量 就大涨小回 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真的是风雨深信心 美股都在盘下震荡 时间快要十一点半了 待会看一下 会不会翻红跌幅 没有办法进行收斂呢 但是又是什么消息 昨天带我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